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流浪动物也有他们专属的依旧 这是2005年由董冠复成立的照声会 不仅有全台唯一政府立案的24小时动物救援车 还成立了三个狗场 全台收容约500只流浪猫狗 原本担任夜班保全的董冠复 会踏入救援猫狗的世界 还进一步成立协会 其实是误打误撞 13年来协会走过争议与风雨 靠着捐款支撑到现在 虽然辛苦 但是董冠复说 只要是做对的事情 就要坚持做下去 我们去桃园观音 在大潭那边 算很远靠海边了 40公里我们总是没有过去 那一只狗是皮肤病 猫狗119今天的任务 是要救援一只皮肤病的流浪狗 在接到爱心妈妈的通报后 从鹰哥驱车前往搜园 这个狗狗在这里流浪蛮久 然后年纪很大 一开始我发现它是全身溃烂 然后都水淋淋的这样子 那我们这些爱妈也只能给它食物跟药物 所以有帮它投药 现在有好一些 有长了一些毛 不过它年纪很大 所以也不太会走动 小胚狗虽然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年纪大了又长期在外流浪 身体很虚弱 得赶紧送到医院检查 这次的话应该有十几岁了 那确确的年纪的话还没办法很大的掌握 应该有超过十岁 因为它有白内障 而且牙齿都磨平了 它的耳朵这个你看都变形了 没有 这个是耳血肘 然后这有可能是那个 毛囊虫或者是戒险虫 然后耳朵 你看耳朵发炎 它一直抓 抓得微血管破裂 然后就变成耳朵变形了 这个皮肤病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它肚子有点 这肝脏的部分有点固固的 以我外伤这样子还没做检查 这样的感觉 那等一下会帮它验血 然后会看它有没有血液的原寵 那这种狗的话 照生为它们就非常多啦 因为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们有 11995车 那所以的话就比较 很多民众 因为都以为它们是公家机关 其实不是 它们是小小小的各个私人的团体 有没有 然后是借由所有大众的力量 然后去 就是去那个集资这样的 陈院长口中的照声会 是以照顾救援流浪猫狗为宗旨成立的协会 背后的灵魂人物是他 董冠富 来 这边小黑救你的人 有没有看到 小黑 他坚持把你的脚留下来 在山中误触陷阱 脚上伤口 深刻见骨 几乎难逃 截之命运的流浪狗 Happy 在董冠富的坚持 以及医生的努力下 不仅保住了脚 也恢复了生气 脸上露出可爱的笑容 这是支持着董冠富 投入流浪动物救援 一座就是13年的动力 其实在成立协会之前 董冠富是明夜班保全 因为喜爱小动物 常会利用白天时间 到处帮忙流浪猫狗 但时间久了他不现 靠着自己势单力薄 救援力量实在有限 于是才兴起成立协会的想法 刚创立我讲做的是 人间有慈悸 猫狗造成不收费 就是说我希望说猫狗 在救援 在它受伤的时候 我们去救援是不收费的 去救了的时候不收费 很多人都说我们是诈骗集团 说你不收费怎么可能 可是直到他们自己 到我们的协会来看到我们 把我们帮它救回来的狗猫 照顾得很好 他们都很感动 现场就是都有捐款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不容易有埋怨 协会成立后 它更进一步创立了全台唯一 政府立案的动物救援车 为什么我坚持一定要成立一个 政府立案的猫狗一种 就是我希望说 当我们今天为猫狗牺牲 去救它的时候 不是只有我们认同它是生命 而是连我们台湾政府 都认同猫狗是生命 需要一个动物救援车 需要一个专注的救援车 去救猫狗 让它觉得它不是个热水 它不是个物品 它是个生命 但当工作跟救援 长时间同时进行 身体开始发出警惕 我因为日夜颠倒 就是都没有休息 白天照顺会晚上夜间保全 所以我整个身体荷尔蒙的失调 医生已经警告我 如果再这样子 可能生命就有问题 可是那时候我就问到 我是讲 我说我如果结束掉赵生命 我们现在救了20多只狗 怎么办 那你结束保全 比较单纯 决定就把保全工作 辞掉专心24小时 去做照顾猫狗这个部分 辞掉了工作没有收入 而协会救援又是不收费的 为了维持协会运作 他把所有积蓄 以及父亲留给他的钱 一共约300万 全投入在协会上 这个决定让父亲非常不能接受 我爸是老兵 我爸那个老兵的年代就是 都是吃狗肉的 但是他不吃 但是他没办法接受的是 他不吃狗肉 可是他每天省吃检用的钱 就是希望留给小孩子 可以过好日子 结果没想到小孩子 却把他拿去帮助流浪狗 所以他很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我们那时候 几乎就是等于是绝交父子 大概半年左右 都没有来往 也没有电话 他也不找我 为了救援猫狗 导致父子关系决裂 董冠妇很沮丧 让他坚信 对的事情就要持续做下去 幸好后来协会营运 逐渐上轨道 也才慢慢获得父亲谅解 协会成立至今13年 除了提供24小时免费救援服务外 全台也有三座狗场 一共收容了约500只流浪猫狗 因为我们这边最早是有阳光 有空间 所以我们的狗都活得很久 对 所以说有些老狗都照顾的账 比较要费力 比如说食物啊 颗粒啊 都不能太大颗 然后照顾到也要小心 因为它稍微动物动物 它可能就撞到或什么等等的 所以我13年来一直坚持我 就是我要给他们很好生活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 每个人来我们看到 我希望给的狗场是有空间 有运动的空间 而不是关着 而关着是特殊状况才需要关着 比如说它现在生病要喂药 或它比较凶 没办法跟群体生活才关着 要不然我希望每只狗跟猫 都是自由这样自由开放 三四年前还开始 挑选状况比较好的流浪狗 训练成陪伴犬 还会定期到学校或安养机构 与老人小孩们互动 董东 坐下 坐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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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拍下 哇 好棒喔 来 董东 你越来越棒了 我们陪伴犬最主要是 就是让人们可以去触摸它 人们喜欢去触摸它 第二个 狗它要习惯跟乐于被人们摸 这才是陪伴犬 就是因为陪伴嘛 让人们都可以去触摸它 藉由触摸它 触动到它内心心灵 这样的那份善 那狗也是因为被人触摸 让它觉得 哇 好多人爱我 好多人喜欢我 这就是陪伴犬它真正的目的 采访这天 他们来到了 我与桃园的启治疗养院 等一下 不行 不得拿 有没有好棒 有没有好棒 好棒 对 对 这个好棒 来 大家来摸摸它 等一下来摸摸 摸狗狗 所以我希望能够结合 就是把流浪狗有个家 然后人们的心灵 有个归宿 有个伴 可以 既可以解决 未来老年化的社会 也可以解决 像目前流浪狗的问题 透过陪伴犬的一个 陪伴的过程中 其实无形之中 其实稳定了他们很多的 一些像情绪的躁动 或者是像一些 严重的情绪问题的孩子 那透过这些陪伴犬的陪伴 他们乐在其中 状况好 亲人的狗 可以有机会走出狗场 成为陪伴犬 但那些年纪大 伤残的 没人愿意领养的狗 就只能待在狗场里终老 因为当初它是跌到水沟 有网友跟我们求救说 有只老狗就在水沟里 很多条有人把它搬到旁边的 那个什么 檳榔圆 拜托我们去救援 然后我们去救回来 就是发现他可能脊椎有问题 脾胀也有问题 有长肿有什么的 然后又入疮很严重 结果我们去给医师看完之后 开刀他就瘫痪 每次就是要翻身 一翻身因为会牵扯到他会痛 会叫 那我们就是要常常翻身 然后就是大概一天两次至三次 要让他起来做罗女活动活动 至少不要让他一直萎缩 至少 因为他毕竟他前脚还是会动 瘫痪的老狗阿迪亚 每次上轮椅 总会痛得他大叫 像这样行动不必的老狗 送养出去的机会 维护其微 我们就是一直希望 我一直都认为 狗场永远都不是流浪狗 最好的规处 只有家庭 那因为毕竟到家庭 他一定有一定的条件 比如他希望民中犬 或这个狗要跟这个主人要对演 才有可能进得去 如果进不去 配到就是最起码他要一个安身立命 可以遮风避雨 不愁吃 不愁穿有医疗的地方 这个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 但是我还是很忠心希望 就是大家能够来各地的狗场 不论是公立的 私立的 都去认养给他一个家 如果你今天帮助孩童 幼童 帮助老人 帮助小孩 都是对的 都是一种爱 可是他们会跟你说这些谢谢 可是你如果今天给我钱 帮助这些我妈孩子 他们都不会过来跟你说谢谢 可是你还是愿意帮他 这是一个不求回报的爱 所以是一种大爱 所以也是因为我这样子一直在做 我相信很多人来看到这样做 所以他们才很愿意 希望能够给我更多的力量 让我做下去 13年过去了 从最初冬冠府一个人 到现在吸引了一群 比面相同的志工加入 大家一同为了流浪猫狗而努力 虽然这个社会上 还是存在着许多虐待猫狗 恶意欺养的问题 救援并不是解决问题的 根本之道 但董冠府希望 他能成为那黑暗世界中的一盏灯 照亮流浪动物的回家之路 让他们的生命不再受到威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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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